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万里 邀请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足迹 用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世界 赶快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飞往哪里呢 从台湾往西南飞行 经过南海 越南和泰国南端 穿越3077公里的距离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 槟城是一座小岛 与西马的马来半岛隔很相望 其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三公里 过桥即可到达 今天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马来西亚槟城 几千四万里 槟城还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看看 不敢怎么说 一样今天还是先送大家 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十三十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槟城在哪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地图 槟城这个城市在西马这个地区 是的 这一块刚刚看到西马那一块 槟城在哪里 如果我们再拉近一点点 槟城在这边 你会发现它跟隔壁这块陆地 其实是没有相连接的 那三十到底在哪里呢 对 其实呢 它的绿地的覆盖率呢 高达百分之三十 所以其实它有印度洋上的 绿宝石这样子的名字哦 所以如果大家来到槟城 好好体验这样子一颗 绿宝石的美景咯 好 谢谢 谢谢 台湾到槟城的距离是 三千零七十七里 等一下呢 我们有翻倍题 可以让它变成六千一百五十四里 增加 赶快一架 今天来参加的两队 首先欢迎我们博元代理的 马来西力队 嗨 马来西力队由曾顺康 黄玉文 以及黄伟宏三位好同学 准备参加 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华侨 其中曾顺康正是已经累积了 三千零七十七公里的里程 今天希望再接再厉 成功累积更多里程数 第三次只赢过一次 赢一次 这次要加油了 交给我 都是马来西亚的当地人 对马来西亚一定非常了解 是 加油了 欢迎马来西亿队 耶 现在欢迎牙利带的马道成功队 马道成功队名字多么的吉祥 马道成功队是由刘燕 叶启轩 和陈雅慧三位好朋友所组成 其中叶启轩和刘燕 曾经到过马来西亚 到底能不能凭观光经验 击败马来西亚乔生呢 精彩的表现 值得期待 来 欢迎马道成功队 谢谢 马上就进行我刚刚所说的 倍数题 这么快 答对了就可以乘以两倍 得到6154公里了 请注意哦 冰城刚刚我们看到的地形 对不对 分成两边 一边是冰岛又叫冰朗语 另外一边叫做威省 在马来半岛上面 请问他们是被哪一座海峡 分成两半呢 是马六甲海峡还是冰卫海峡 请教探 请回答 3 2 1 请回答 马六甲海峡 我们觉得是冰威海峡 到底是什么 冰威2 2 1 请回答 2 冰威海峡 对 冰威海峡 对 恭喜答对了 两倍 第一倍 好开心喔 我们再看一下刀这个图 就很清楚了 中间这个就叫冰威海峡 有两座桥 有冰威大桥跟冰城第二大桥 未来还会建海底隧道 来连接冰岛跟威省啦 所以你们答对了 好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啦 如果你们获胜的话 就可以得到里程数 两倍的6154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单元 数据看国家 数据看国家 透过五个数字 了解一个国家与地区 地球中出现的数字线索 延伸出题目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破得一分 那五个数字 跟冰城会有关联呢 请看 好 就是这五个数字啦 赶快看一下 第一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是数字3 印度人是马来西亚里面的 第三大的族群 请问 在马来西亚除了马来人 哪个族群人口比印度人多呢 请讲答 是我们吗 是我们 是我们 马来西亚里面的 请讨论 我们要开始啊 开始 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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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答 我们觉得是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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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 三大族群 第一大族群是 马来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印度人呢 占百分之八 第二呢 占百分之二十四 就是 华人 恭喜答对了 耶 马来西亚里面 所以这些 住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印度裔啊 把很多印度的文化 也带到了马来西亚 让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更多元 好 题目还有很多 注意了 第二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数字是 一百三十七 好 这个马来西亚 种族多元 总共使用的语言 高达一百三十七种啊 请问 马来西亚印度人使用的语言 主要是哪一种呢 好像大家都没听过这些语 对不对 到底是哪一种 语言的解答 来 马大前任队 请讨论 加油 你看暗道也不一定会啊 对 你们也不一定知道吧 他们知道 你们知道 我竟然会知道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 三 坦尼尔语 坦尼尔语 马来西亚对 你们有没有答案 答案是蛋米尔语 就是第三 叫什么 蛋米尔语 我们叫蛋米尔 蛋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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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译过来 就可能讲坦尼尔 也是了解的 对 可以理解对不对 蛋米尔 蛋米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 其实马来西亚 会来的印度人呢 他们是从南方来的 南方他们用的这个语系 就是蛋米尔语 而北方使用语言 是不一样的 所以北方人说的话 南方的人未必听得懂 所以这一批来的南方 就用蛋米尔语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使用这个小学的时候 会用母语教学 那他们都是用蛋米尔在交流的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好厉害 答对啦 好厉害 第三题 看看会出现什么数字 这个是1833 这个不用猜 一定是一个年份 一个年份 是的 在槟城的有个小印度区 有一座建于1833年的印度庙 是当地印度人的信仰中心 请问 是哪一座庙呢 金兰诺 马来西亚特里请讨论 当地人会知道吗 他们也不知道 真的吗 斯里马哈 马里埃曼 就是因为我们从马来文 直接去念那个名字 可能比较通顺一点 是吗 会怎么念 斯里马哈 马里埃曼 到底是不是 斯里马哈马里埃曼呢 好 这座印度庙呢 其实它是位置在 槟城的Georgetown 乔治城 在旧城区里面呢 这一座印度庙 其实在这个地区里面 最古老的一座印度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好了 漂亮 充满了南印度的一个风格 是 那其实这一座庙呢 它的庙名呢 就叫做 斯里马哈马里埃曼庙 恭喜 恭喜 对了 今天好幸运啊 好 我们进行下一题 看会出现什么数字 这就是数字5 马来西亚有个徒邀节 为期五天 是印度教的新年 是马来西亚印度人最大的节庆 请问 徒邀节的庆祝的意义是什么 金答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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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队 请讨论 还没答对 还没答对开心 只要答案 压力很快 他到底就表示答对很一样 对 对啊 答案是1 1 光明战胜 黑暗 邪不胜正 有一个天神的孩子呢 他选择与邪共物 所以说他还强迫了凡间的百姓 不准点灯 他的爸爸也就是天神 看到之后呢 觉得他应该要好好来对抗他的孩子 当然知道邪不胜正嘛 是 所以说天神他战胜了他的孩子之后呢 百姓就点灯来庆祝 所以说徒邀节呢 又称之为牌灯节 来介绍这边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为了要庆祝什么 点灯啦 迎接光明的部分 所以恭喜答对 好压力哦 要吓我一跳 其实他点的就像是华人的新年一样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因为经济的问题 没有办法很开心地过年 对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过年 要有过年的气氛 感觉围炉菜色要相当多 是 有碍于他们的经济困难的部分 所以慈祭呢 在徒邀节 有一个徒邀节发放 对 为了让这些可能经济比较困顿的家人 他们可以拿到这些物质之后呢 可以开心 而且丰盛地过一个 有浓浓过年气息的节日 是的 我们慈祭的职工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给到最正确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我们先看下一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好 出现了数字的数字8 在出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来... 这什么东西啊 肥皂 这是海色粉末 彩粉 对印度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两个答案选项先告诉你们 好 第一个 抹在脸上 第二个是 在地上作画 胡瑶姐 印度人用这个五颜六颗的采访 做什么事情呢 请讨论 好 请讨论 好 请讨论 好 请讨论 我们这个是2比2 因为我们才经议是 很辛苦 很想做 但是我们也有 很想做 猜 猜猜猜猜 是一样的情况 请回答 2 对 地上作画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就是那个印度 他们在地上 这个叫Rangoli 就是一个祝福的意思 如此有才华 到底答案是不是地上作画 来 1 2 3 来揭晓 来 1 2 3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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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地上作画 恭喜拿到成功对你们答 对了 好厉害 好厉害 这个画作叫做古拉姆 印度人在胡瑶姐这一天呢 会用彩粉 鲜花或是米粒 制作这个美丽的古拉姆 没有错 就是亚里做的 有祝福的含义 也欢迎朋友这个 来上门同欢 那脸上涂彩粉的呢 叫做荷丽姐 叫Holy 对 荷丽姐的部分 荷丽姐 所以阿拉长空队 答案 对了 恭喜 恭喜 问一下住在当地的 这个三位马来西亚的朋友 有经历过图腰节吗 有 就是 也就是对你们来说 是印度人的新年 是 对 我们的中国的新年 除夕要首随 要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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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 要去这个走春 对不对 来说恭喜 土腰节哪一位体验过 有什么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的 我觉得土腰节 印度人来说他们新年 最特别的是 他们在第一天的时候 会用膏油来洗澡 然后就是会把全身弄得油油的 表示来洁净自己的身体 在这新的一年 要把所有的黑暗的都去除掉 马来西亚 当地的马来人 都新年又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新年跟我们的亲民节一样 要先去扫墓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就跟华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不一样 就是他们去扫墓 是要去思念自己的父亲母亲 这种是一个敬献孝道的一面 是 是 所以马来人也会特别在新年的时候 跟父母道歉 在这一年来犯过什么错误 要求父母的原谅 对 对 也对啦 在新年的时候讲比较不会生气 对 对 他们也有红包 可是他们叫轻包 对 也是一样跟红包的意义一样 有压岁型的也是一样的感觉 差不多 其实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种族 所以大家文化都互相影响 马来人本来是没有轻包的 这个传统 这是因为华人影响 他们也把他们的红包变成青色的 对 对 马来西亚对我们也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好了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好 五集数字题结束了 是 我们来到这个槟城可以说历史悠久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可以说族群文化非常的多元化 有印度人 华人 马来人 一起在生活在一起 从1991年 这个马来西亚的慈继志工 开始进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槟城跟慈继的故事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之前 还是了解一下 第一个单元 两队的分数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分数 马来西亚好西亚因为获得了三分 可以 还有一个单元 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马到成功加油 好 马上进取我们的世界大发现 世界大发现 请仔细看BCR 明明想从影片中延伸 率先抢达到并达其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你看第一份BCR 图妖节 等于印度人的新年 对马来西亚的印度族群来说 更是回归传统的重要节日 缤纷的古拉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一种感觉 我希望大家出家的日子 都会回归 祝季志工 提取贫护的辛苦 为了让贫困的印度裔家庭 也能安心过好年 从2010年开始 举办图妖节发放 志工们把面粉 糖等制作过节糕饼 所需的民生物资 包装成礼包 发送给月收入 低于1500令吉 相当于台币12400元的家庭 对他们而言 这有如一场即时雨 对于慈季的关怀 受助的巴化地 也起了回馈之心 在慈季志工 特地为印度裔族群 举办围炉聚餐活动的这一天 他主动毛岁自建 要担任印度料理主厨 巴化地的好手艺 果然广受好评 一顿年节饗宴 不止美味 更有宗教包容的和谐 为什么实际针对这个 在马来西亚的印度裔呢 就是你看人口的分布 三大种族 然后印度人算是 三大种族里面少数的 对 草素群体自然他所得到的 资源分配 就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加上印度人 他们从南部来之后 以前英职统治我们的时候 就使用了分而知之的方式 他们很多时候是做橡胶 或者是一些 比较老公一点的 所以他们唯有 透过知识的改变跟教育 才有很多也很有钱 就是比方说做医生律师 很多时候印度人 都是担任这个部分 所以就两分 二分切这样 这又了解到了 谢谢 来 屏幕来了 是 请问 实际志工在屠妖节 发报的是什么呢 一 现金 二 名声物资 三 兑换券 进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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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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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影片清楚的都知道了 答案就是二 名声物资 恭喜答对 好 下一题又要问了 好 请问 古拉姆的意义是什么 刚才有讲过了 有 一 代表祝福 二 欢乐的象征 三 曲肘不竭之物 请假答 耶 好 今天迅雷不竭耶 我刚才要有时间擦攻击 对不对 我已经很快了 没有 答案 他答也对 他因为他了解嘛 对 好强喔 请回答 一 代表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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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代表祝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解答 VC啊 纷纷的古拉姆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希望 人们出家 也会回家 祝福 高兴你们答 对了 影片题 第一段影片的两题 马到成功都全部拿下 全拿 太厉害了 直落二 马来西医院 加油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段 VC啊 大家请看 2012年的图腰节发放 慈激志工 来到玛利亚姨奶奶家 一进门却吓了一大跳 老奶奶居然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 连一旁的小孙子 也混混沉沉 看着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她 睡在那边 睡在那边 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很久她都不送 我真的给她吓到 高龄86岁的马利亚姨奶奶 年轻就首寡 唯一的女儿已过世 外孙女两年前 留下两个孩子后 就不告而别 老奶奶为了抚养两个曾孙长大 只好到工厂当清洁工 一星期工作七天不休息 身体也因此不堪负荷 反正是原来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会很感动 因为毕竟是说 看这样的老人家 心里会很联系 说这样老人家还要做工 还要养那个真孙 反而自己的那个问题 已经不是问题了 在志工的协助下 老奶奶2012年成为慈季的长期照顾户 不但有租屋补助 曾孙的交通费也不用愁了 在志工多次劝导之下 老奶奶一直到隔年 才终于肯停止工作 在家休息 2013年的徒腰节 志工们再度来到奶奶家 不但帮忙大扫除 还细心绘制古拉姆 来增添洁气息 老奶奶亲手在图案上 挥洒金粉 充满期待地展开崭新的一年 今天看了两段影片 不知道两岁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们先问一下马拉扫除 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 能生在台湾 就是这种物资这么多 然后很多生活的方面 我们也都不需要担心 所以真的非常幸福 所以我们要争取这个幸福 对 对不对 好 赶快来问一下 你们之前知不知道 有这样弱势的一群 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你们又有什么感想的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应该还算是第三个发展国家 对 所以普遍上 不比台湾来得富裕跟发达 那大家都还是处于这种贫穷线上 然后就是看到很心酸 是 因为我只希望 马来西亚以后能够发展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衣食住行 都能够满足的情况下 那就够了 然后你会想要回去帮助 你国家的人或者是怎么样 我一直以身为马来西亚人为骄傲 是 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会忘记我自己来自哪里 我每次都很骄傲地跟别人说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懂很多语言 是 所以这是国家给予我的东西 所以只要马来西亚有需要用到的地方 我一定会出现 对 说得太好了 掌声鼓励 好 题目来了 请问 下来哪一项不属于 对老奶奶一家的补助范围 一 租屋补助 二 健康保险 三 交通补助 请回答 马来西亚一队 请讨论 最后一题了 我们要加油 健康保险 对 没有健康保险 请回答 二 是不是健康保险呢 富凯 我们一面中看到其实奶奶真的是 身形都非常的鲜瘦 而且她要照顾两个真孙 所以说其实实际志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提供了老奶奶她的租屋津贴 让她可以至少在住这方面 不用担心 房子都找不出来要被收回去 另外她的两位真孙 我们也提供她的交通补助 有听到 对 唯独就是在保险的部分 没有帮忙到 所以恭喜 所以说答案是2 没有错 对 马来西亚的答案 对了 今天这个很精彩 而且两队的尽忠也非常的激烈 到底 两队现在分数怎么样呢 不敢 马道成功队这边来好了 马道成功队那获得的分数是 4分 他进账蛮多的 对 对... 进账了很多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队呢 依旧很犀利 获得的是 4分 通了 全部可以说的两队 平手 依照本节目观点 两队都可以获得累积里程 是的 而且马道成功队有两倍里程数 所以两队所累积的里程数 是不一样的 马来西亚可以累积三千零七十七里 恭喜 马道成功队可以累积六千一百 五十四里 恭喜 太棒了 没有踏上了马来西亚的冰城 正如同中国人终始新年一样 徒邀节是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 实际志工选在徒邀节发放 让经济困顿的印度家庭 可以安心过年 不只如此呢 在每一次的徒邀节活动当中 实际志工呢 也特别地以谭米尔语来演出 而且也烹煮了印度料理 希望能以包容多元的方式 让受住的家庭能感受到尊重 是的 再次恭喜两队都获得累积 谢谢 恭喜 恭喜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要怎么报名呢 我们欢迎有兴趣的观众 你可以组队来参加 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官网 或者是粉丝专页上 下一次要去哪里呢 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跟着我们的足迹 一起情牵四万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有了 有了 好厉害 好厉害 对 好厉害 看 要 受到 他